在金属加工中 除了人们熟知的热加工外 冷加工也是非常多的 所谓的金属冷加工 就是在常温下 激情塑性变形的过程 冷加工的种类很多 今天要介绍的是冷拔工艺 冷拔是在不加热的常温下 使用冷拔机对金属材料拔长 让其达到需要的尺寸 形状和力学性能 冷拔工艺的应用范围广泛 在工业机械 汽车 石油和能源等领域都有使用 使用冷拔的目的主要有这些 首先就是控制材料的尺寸 在冷拔过程中 模具挤压材料并使其变形 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具 控制冷拔后材料的尺寸 如果成品尺寸 与冷拔前的材料尺寸相差太大 则材料需要多次冷拔来实现 同时 由于冷拔时材料的横截变减小 冷拔后材料的长度会增加 其次是改变材料的横截面形状 形状的不同是由模具决定的 如果模具是方形的 则冷拔后材料的横截面将是方形的 如果材料要进行变形冷拔 必须保证冷拔前材料的尺寸 大于冷拔后的尺寸 冷拔还会改变材料的表面质量 当材料通过模具时 由于模具与材料之间的摩擦 材料表面的杂质被驱除 这将使材料表面具有类似抛光或打磨的效果 还有就是冷拔会改变材料的机械性能 金属材料在变形过程中 会让内部结构更紧密 冷拔是一种冷变形工艺 同样也会让内部产生变化 冷拔后金属的强度更高 冷拉和冷拔这两种金属冷加工方法 看似相同 但还是有区别 冷拉过程是在金属材料的两端施加拉力 使材料产生拉伸变形 而冷拔则是在材料的一端施加拔力 使材料通过模具孔的方法 模具的孔径要小于材料的直径 冷拔加工使材料同时产生拉伸和挤压变形 冷拔加工要比金冷拉加工的材料性能更好